上世纪90年代 一个年轻的舞蹈团队在结束为期三天的排练后 开了个派对放松一下 借着酒精的作用 大家伙享受着肢体和精神的无限自由 团员们喝着唱着 孩子造着 男人聊女人 女人聊天 男人 不喜欢被约束的年轻舞者见到的话题 永远是信 随着郭造的音乐不断地灌进来 朋友们极度亢奋 撞入了癫狂 就仿佛是嗑了药一般 然后有人渐渐发现了异常 大家喝的酒里似乎是被人扇了迷药 剧情就围绕着一群极不清醒又极度亢奋的人 借着荒谬的推断开始排出一击 谁没有喝过酒 那这个人就一定是投图人 首先是一个男人随口说的剧想要离开 就被众人判处了投图人 只穿着短袖的她被硬生生地赶到了冰天雪地的室外 最终被活活冻死 然后是一个姑娘 她因为怀孕 没有喝酒 于是又被众人判处了投图人 面对步步紧闭的疯狂团圆 女孩为了自证清白 只得一拳拳打在自己肚子上 用鲜血印证自己的无辜 在找了一圈之后 依旧还是没有投图人的头绪 但所有人似乎都已经磕嗨了 再顾不上去找什么狗屁投图人 因为这一段的画面实在是太过狂躁了 所以为了避免被和谐 我也就不放画面了 大家自己想象一下就好 第二天一早 警察打开了房间的大门 发现了昏睡或是已经死掉的舞团成员 唯一一个还站着的女人仍然在不断地旋转跳舞 镜头挨个扫过了剩下的舞团成员们 影片也就到此结束 此时你的心中也许会有这么一个问题 究竟谁才是那个真正下药的人 我们把答案放在最后再来揭晓 《舞极乐》堪称是一部摄影电子的教科书 超长镜头的调度 旋转迷幻的运镜 片头极如片尾字幕的方式 以及后续颠倒杂论的剪辑 极大程度地增强了观众迷情分乱的直观感受 暴力 欲望 疯狂 恐惧 无法控制 这群刻的要舞者眼中的极热世界 导演以一个上帝视角般的方式告诉我们 那是如同地狱蘑菇般的存在 红色的灯光加上旋转的镜头 给人一种欲说还说的焦虑与渴望 看着这人间群谋乱舞的景象 让我一度想到电影香水的结局 在欲望面前 人类终是志强强的原始野兽 在警察推开大门的瞬间 颠倒的镜头里似乎像有光门的到来 天使的降临 我们总去幻想极乐世界的无忧无虑 不尽美好 可对于恶鬼来说 地狱之上的人间 会不会就是他们心中的天国 至于那个真正下药的人 导演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 回到了那个一直跳舞的女人身上 记忆想回到派对开始之前 在女人的包里 有一个不检验的名为LSD的盒子 LSD是一种强烈的置换剂 流行于上世纪欧美 其中艺术家就在乐中最大 在药物的作用下 舞吞成人们的舞蹈 实际上的突破 变得更加奔放风 近期的影片一开始 在了长达6分钟的采访程中提到了 我热爱跳舞 要跳舞就跳到死的事 在很多人眼里 导演加斯帕诺 急于着尺度 至死方秀的爱恋欲火 以及无以伦比的科要电影 一秒蓝烧的音乐原声 流动似冲浪的性别举相 你永远不知道导演下一秒会带来什么 但他的每一部作品 却都能震撼地抓住你 所以如果你是原本打了 看一部小黄片的心态 打算今天的这部电影 那我打赌 你一定撑不过5分钟 最后我想说一句 分子跟天才只有一线之隔 我不知道那一线是什么 但加斯帕说是银片